阿里巴巴9月19号将在美国挂牌上市 随着阿里巴巴背后的中共江泽民派系背景被曝光 有香港杂志引述中国官场人士言论称 让那帮太子党在阿里巴巴上市套现之后 中南海可能将收拾阿里巴巴 在德国上市的中国这些业者索利集团 发生执行长和营运长双双失踪 而公司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部分现金已经不翼而飞 16号股价狂泄79% 为近期中企高层主管人间蒸发再添心力 中共网络管控最高机构国信办 最近召集互联网媒体开会 并发布四条禁令 要求媒体配合即将在9月下旬开始的 周永康案外围100多人的审理 中共驻冰岛大使马继生和他的妻子中越 从公众视野消失已经半年多 冰岛外交信息9月17号披露 北京拒绝对马继生消失的原因做出解释 中共外交部网站的冰岛大使姓名栏目也是一片空白 新讨人雅客电视整理报道